1月30日 由63家高校校友会 约5万多校友组成的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在洛杉矶帕萨迪那市 举行高校联盟并肩武汉捐款新闻发布会 高校联盟理事长荣耀 会长孙军 副会长王健云 秘书长陈征 副秘书长范亮 华科大执行会长王磊 皮小青等联盟成员参加会议 并现场连线 站在物资运输一线的华科大理事长刘生明 高校联盟在得知武汉疫情后 第一时间组成了联合捐赠行动组 与6人协调小组 早在1月21日武汉封城之前 就在联盟内发起捐款捐物号账 得到了各校友会的积极支持和慷慨解囊 在联盟成员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与武汉大学南加州校友努力付出下 已经以惊人的高校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批物资捐赠 物资已经送达武汉第三医院 另外 广州外国语大学捐赠给广州医科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口罩26,000个 也在发布会当天祭出 美国华商会下航洛杉矶办事出 湖北慈善总会无常开辟绿色通道 顺利保障急需物资送达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然后呢非常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大学 两所学校在联盟的这个架构下面 他们牵头来做这个事情 联盟呢在背后提供了这个组织宣传 然后募资跟其他的这个后勤的服务 那他们是在前线打仗 我们是在后面呢是在支援 就是那我们最后呢 整个这个大家同心同力呢 做了这个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也大家感到非常的鼓舞 希望呢经过大家的继续努力 可以继续为在新人民提供这个帮助 然后也希望在一共的监政呢 大概是七万多块钱 这七万多块钱不包括 我们有若干个校友会 他们自己也有几万块钱 是他们是募资 然后给到各自校友会的校友总会那里去 然后呢我们也有市区那边有 刚才那个三宇说有三万来块钱 所以整个联盟呢大概这个可用的资金 现在应该加上联盟本身也会 从联盟的这个资金里面拿出一部分出来 总共现在应该是大概是九万 希望呢把这个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就是校友会呢立足男家 然后服务社区 那么这九万多块钱 是很多很多的南家的校友们 南家的普普通通的 生活在南加州的来自祖国大陆的人民 我们心系祖国 心系家乡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力量 送上我们的一份温暖 送上我们的一份情意 新闻发布会上 高校联盟发出倡议 希望南加州所有校友和海外侨胞 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武汉 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地区 渡过难关 华夏电台记者 帕斯蒂娜市采访报道 华夏电视台 1999年成立于洛杉矶 覆盖美美华人世界 8000多小时的庞大片源 24小时的全天号播出 带给你与众不同的视频享受 从经典影视到时尚营幕 从传统剧集到现代精品 这里有最全面的武侠经典 这里有最丰富的影视资讯 华夏电视台 网络中国当名明星 纵览华语影视世界